一带在垃圾往垃圾车上丢别以为就没事了 议员踢爆环保局疑似福报预算 而且没有好好处理垃圾焚化后的有毒物质 大家台北市的人民健康跟身体开玩笑 所以我讲说好农兵垃圾零野蛮都是假的 看看102年度环保局预算书 说好要用比较昂贵稳定性较高的零系熬合剂 处理有毒物质飞灰提高预算 却被抓包和焚化厂的契约书里 大喇喇写着要用便宜刺激的流系 这价钱一差那股焚化厂多花了一千多万 北投焚化厂也多烧了一千多万 加起来浮边高达两千八百多万 台北市是往多远在发展 同样一个飞灰啊 因为每个处理成本不一样 那我们是用一四四千八百元来编这个预算 那至于说整个总理机会为什么到那个情况 我想每个厂都一定的顺务之一 这个来这绝对不会说有浮边 据上强调绝无灌水 但有毒物质飞灰 可是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细小微粒 还有大药芯重金属和海沙屋成分绿盐 一旦二次污染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三日新闻李正道黄世亭台北报道